廉價第一天的上午在新北市先從傳出恐怖的車禍意外 一名機車騎士疑似想要閃避為停的車輛 結果重心不穩摔車 他頭部當場被砂石車撵過去 沒了呼吸心跳 而騎士呢他之前還是一個棒球選手 惨死的消息傳出讓親友非常心痛 黑色多遠計程車停在路邊駕駛緩緩開門 後方騎士來不及反映機車往外偏移摔倒在地 猛然向前滑行 下一秒卻遭砂石車當場碾過 安全帽從輪胎間滾了出來 驚悚掛面再看一次騎士間車門開啟 想閃卻連人帶車重摔 已經開過身邊的砂石車 卻將它捲入後輪內瞬間碾了過去 騎士卡在輪胎下當場迷了呼吸心跳 一旁等公車的民眾目睹全嚇壞 聽到一根蹦的醫生 轉頭一看就整個人翻滾了大約兩圈 整個腦槍的部分都溢出來 廉價第一天22次的騎士出門上班 66歲的靈性多元計程車駕駛 圍庭突然開門 慘劇就這樣發生 事發後騎士身分也曝光 站在場上眼神專注 他是前全國城棒甲組聯賽球員 張廣志 從小熱愛棒球加入哨棒 一路打到大學擔任棒球隊投手 但一年多前休學 26號卻在上班途中意外喪命 圍廷紅線是因為要等客人上車 怎麼會在那邊 運獎圍廷紅線開車門惹禍 他表示是要幫滿手物品的客人開門 但一下車就出事 他和上時車駕駛兩人都遭移送 調查後將會依這個過世致死罪 來移送新北進行處做偵辦 前棒球員翻站球場多年 一個異位年紀輕輕命喪輪下 家屬難以接受決定提告 記者黃天耀彭馨妹SNG小組新北報導 另外是高雄的一名小黃問獎 這名女子在晚上的時候 載到一名醉醺醺醺的男客人 而她堅持要坐在前座 也就是副駕駛座 一開始好端端的都有互動都正常聊天 但是後來這名男乘客突然間失控 甚至還狂飆髒話 讓這名女問獎火大了 乾脆不載了 結果很倒楣反被投訴 晚上十點多 女問獎載到最尋尋客人 口罩拉到下巴 一開口就是狂吼怒標 我剛才把你吼北轉門 有嗎 你這樣吼氣吼吼 我怎麼講 我一個人會陷入你沒有啦 我這樣吻不想收了 男乘客講話用吼的 還不斷飆髒話 一下子要女問獎倒車讓他買檳榔 一下子又要回轉 讓女問獎也被吼到怕 不想載了 我幫你再叫在這裡車好了啦 你真是誰 我還不對還是你不對啊 不爽女問獎不載他 在車上直接打電話投訴 女問獎滿臉無奈 我今天已經叫你們叫一台司機的車了 你的聲音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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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端過程被剖網 讓網友也拳頭硬了 其他問獎也說 遇到這種罪客有大絕招 直接開到派出所 反正他已經喝酒醉了嘛 前方對我派出所 我現在派出所 如果沒有 我去那邊就沒有 警方表示 當時女問獎並沒有報案 也因為在車內不構成公然入罪 只不过女问奖已经一连有够错 为了赚个几百块 被客人吼叫飙脏话 内心恐惧感恐怕很难消 卷菜双集高雄报道 脏话有一名富人上网发文抱怨 说夫家三兄弟住在联洞的透天措 而小叔长达20年都不工作 只要一喝酒就会跑到大哥跟二哥家大吵大闹 甚至还把摩托车全部推倒还会打人 但他的公公始终袒护 让他气炸了身心俱疲之好婆王 半夜12点多男子走路摇摇晃晃 透天措一楼大吼大叫还用力敲门 接着他高高举起门前的盆栽 重重往下一砸 只见他双腿瘫软情绪失控 老父亲站在一旁怎么劝也劝不听 这是被砸的砸坏掉 实在忍无可忍 动手的不是别人而是家人 富人出面控诉 丈夫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叔 二十多年来没有工作就住在隔壁 只要一喝酒就来闹事 甚至还动手推亲侄子 原来这三兄弟住在彰化联洞透天措 最小的弟弟离婚后独居 三不五时喝酒闹事 到二哥大哥家吵吵闹闹 二嫂还为此申请家报令 不满公公做事不管 叫警察这样子甚至打门啊这样子 我会跟警察说很不好意思 每次都要叫你们来啊 不然没有叫你们来 我们没有办法安领你 警方到场制止 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还将酒醉的小叔强制送医 家人忍无可忍 将家务事 Potion网统统摊在阳光底下 记得陈胜伟 前往热物彭心 专华报导